你知道为什么压在大山下的隧道很少有垮塌的吗? 为了能够让交通更加便利,如今的人们已经不再选择玉山绕道而行, 而是在中间直接打条隧道,不仅是在大山底下,地铁甚至是火车都会用到隧道, 这些表面看上去呈拱形的设计的确起到了一定支撑作用。 但除了结构的选择以外,其实最关键还要属藏在隧道里的一种固定装置。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它的作用,我们利用模型来进行实验。 在一个方形的木板盒子里,插入大量的长铁钉,均匀分布到木板上后,此时倒入无数个碎石块。 把整个装置,木板盒将代替隧道的墙壁,碎石块随着压在上方的大山, 再把石子均匀地填满缝隙后,利用圆形垫圈将每一个长铁钉固定住。 就这样,在抽掉木板盒下方的板子后,有趣的一幕发生了。 原本铺在上方的石子不仅没有掉下来,甚至是一个成年人站在木板盒上,都不会有任何问题。 原理就在于,那些长长的铁钉以及垫圈,会将上方石子带来的压力给分散掉, 因此不需要太大的支撑力,就能承受着我们的体重。 而这种方法,便是在修建隧道时,人们必须要做的一种加固措施。 它被称为毛固,目的就是为了提高隧道周围的稳定性,以保证不会出现坍塌。